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投入少回报率又高的投资呢 那一定非海盗产业莫属了 海盗业务的利润率一直维持在30%左右 也就相当于苹果公司过去5年里每年的利润率 那么现代的海盗产业其实非常成熟 产业链很完善 同时商业模式极具创新力 那么本期带你走进海盗经济学 30多年来的内战使得索马里一直处在无政府状态 再加上干旱与饥荒 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发展经济 外国渔船还趁着这个国家内乱 进驻其海域大肆非发捕捞 一些欧美国家的船只还在那儿倾倒 包括核废料在内的有毒垃圾 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渔业经济 于是当地的渔民为了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海域 实行武装保护 变身海盗 劫持船只和人质 索要赎金 关键的问题来了 海盗怎么赚钱和分赃呢 根据国际刑警组织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 从2005年到2012年 海盗平均赎金为270万美元 而发起一次劫持的成本只要3万美金 要知道索马里2018年的人均GDP 才只有300多美元 可想而知这生意有多赚钱 一次海盗行动需要8到12个民兵 开一艘母船 追踪路过的船只 盯上目标后 开出至少两艘攻击艇 登上运火的大船之后 劫持人质 在船上期间还要村里的人提供食物和日用品 还要把人质养得好好的 请自家亲戚在岸上看守 然后开始谈判 谈判的很需要耐心 因为有时候可能持续几百天 要当海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有成本和风险的 那么这时候海盗就需要融资 并且分散风险 那么这些钱由谁来承担呢 当然是投资者 谁可以成为投资者呢 村民 海盗任何的海外的有钱人 2009年世界上第一所海盗股票交易所 在索马里建立 大约有70多个海盗队伍 在交易所上市 每一个上市的队伍 就相当于一家上市公司 一名退休的海盗 向路透社透露 自从有了交易所以后 当地破烂的小渔村 变成随处可见豪车的豪华小镇 该镇的官员还说 海盗生意已经成为了 这个地区主要的盈利经济活动 劫持来的赎金 还会被用来建设医院和公立学校 联合国的一则调查显示 在船上工作的海盗 平均每人得到 3万到7.5万美元的报酬 如果海盗第一个上船 或者自带武器 那么可以得到额外的 1.5万美元的奖金 海盗的融资模式是很原始的 和中外历史上第一次诞生的 股票制度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股票制度起源于 16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每次出海前向公众集资 跨洋贸易成功了 回来以后 把带回来的稀有货物换成钱 再把成本和利润交还给出资者 我国明清时期的梅瑶子 也采用这种简朴的股份制 由亲友相邻共同集资 常常觉得索马里海盗 给世界航运带来巨大的损失 那么经过这几十年的 国际合作和权力打击呢 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索马里海盗了 这些海盗企业呢 纷纷亏损啊 就退市 开始另谋出路了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金融活动 索马里海盗的这种商业模式的存在呢 也是因为穷国家的人 在绝境当中没有办法的办法 要真正解决索马里海盗的问题呢 光靠严厉打击是远远不够的 要给当地创造更多的和平 改善当地的生存条件 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才能帮助这些海盗转型 走上正轨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记得点赞 投币 收藏和转发哦